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水晶也陆续进来了 它就会彰显我们对这个领域的好奇 比如说有些富豪活动频频 或者是有些人还蛮喜欢炫富 那也会引来大家的注意 那抑或是社会大众对大钱的议题特别有感觉 比如说税金 比如说遗产 比如说年金 劳健保等等 这些大的钱政府该怎么处理呢 这个部分如果有什么问题出现 可能就会导致社会舆论的导向 所以政府机关请绷紧神经 因为火星还在你家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环姐的集星 金星在哪里呢 金星在射手座 本来对射手星座的朋友 起到了一个优雅的作用 比如说让你们比较有人缘 比较讨人喜欢 有好事降临 可是同时金星也逐渐的合向土星 这对金牛座和天平座是有影响的 可能让你们在生活当中有一点 比如说工作很繁重啦 责任很重大啦 或者是自我感觉不良好的状况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我会建议大家 可能你们要好好地讨论 你们的价值观问题 或者是理财的部分 因为已经到了不得不讨论的时候了 把话讲开来 有时候反而没有心结 我们来看对个别星座的影响 到底如何 以工作上来说 金牛 天平 射手跟双鱼座 是有感应的 金牛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工作上呢 你有点不想听人家的意见 所以你比较用自己的方法 埋头苦干 这有个好处 你可以维持局面 但是坏处是没有突破 也没有冒险 其实有点平淡无聊 那么另一个呢 这是天平座了 天平星座的朋友 可能在工作上会遭受到批评 这些批评比较严厉一点 会让你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可是我会建议不要去打仗 我们要抱着 就是修改自己的心态 或者是维持我们的骄傲 不要与之其物 另一个则是射手座 射手星座的朋友 这个有点欲速则不达的状况 你很可能最近是事情蛮多的 大家也对你很看好 你自己也兴奋起来 所以做的事情有点粗糙了 或者是会有一点失之草率 因此我会建议再精致一点 或者是步调慢一点 其实没关系好吗 信用维持好最重要 另一个则是双鱼座了 双鱼星座的朋友 某件事情会因为你能够煽动舆论也好 或者是在市场上引起反应也好 所以接近一些成功 所以你必须是跟大众接触的行业 那么成功就在望了 我们来看爱情方面有哪四个星座呢 那是白羊 双子 狮子 跟处女座了 白羊星座的朋友 蛮容易卷进一些复杂的纠纷里 所以不要好管闲事 你管了别人的闲事 别人就把很多事情赖到你身上 或者是卷入你 跳到黄河野洗不清的纠纷里 万一女朋友男朋友不高兴怎么办呢 还有的确最近有这个乞恋的机会 要自己多当心 不要乱放魅力 另一个则是双子座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 也许别人对我们有一些不满意的情形 但是重点是你的反应如何呢 你是不是就会觉得很失落很失望 然后情绪更加黑暗 这样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我觉得你应该要先巩固自己 比如说也许大家静一静 冷静想一想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不要一直钻牛角尖 另一个则是双子座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有桃花 但是桃花是跟朋友介绍有关系 不要一直在沉溺过去 反而要积极地往外看 朋友介绍的朋友 其实会带给你不错的心情 大家认识当朋友无访 另一个则是处女座 处女星座的朋友 你有点太过挑剔了 其实对方对你蛮好的 那你带着有色的眼光 或者是挑剔的心情 自然而然就是什么都看不顺眼了 其实蛮没有必要的 我们来看金钱方面有两个星座 那是天蝎跟水瓶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 恭喜 财源广进 那么你的贵人是女性 比如说遇到女的老板 或者是女的客户 多加把劲 我觉得是有提升身价的机会 还有在理财方面 女性也是你的贵人 找妈妈姐姐商量一下吧 那么另一个是水瓶了 水瓶星座在金钱方面 是有赠予 被赠予的好运 比如说有人送你礼物 有人请你客 或者是很自动地 把一些好消息告诉你 看看你要不要来加入 一起分享 这些都是你在这方面的好运 来看健康方面 那是巨蟹跟摩羯了 巨蟹星座的朋友 注意老毛病复发 的确有一些 比如说姿势不良导致的问题 或者是工作太劳累 积劳成疾 这个都是到了 非面对不可的时候了 你不能再蜡烛两头烧 另一个则是摩羯了 摩羯星座还蛮容易 比如说传染病了 或流行性感冒了 这一些的 所以不要这样子 以为自己身体很好 你病不好 还蛮容易受风寒 要小心哦